申请阿塞莱国王后 我将所有战俘押入地牢 而先前被他们攻占的城池 也被我方收复 能成功驱逐阿塞莱 运气占大部分 更重要的是他们坐落南方 路途遥远 不过要面对饥寒交迫 士气滴落的考验 还得来适应 巴黛尼亚山区的丛林环境 而这些因素 也最终导致了他们的溃败 没有了入侵者 我的王国也终于是形成了一个整体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清剿匪窝 加强治安即可 没想到在匪窝 等个天黑的功夫 这地妹伊拉就怀孕了 不得不说 你俩可真是会跳地儿啊 千小玩土匪出来后 我迎面碰上了巴黛尼亚的将领 这时我恍然醒悟 原来在大陆的版图上 已经没有巴黛尼亚了 看着这些无家可归的将领们 我心生怜悯 于是我准备从特干着手 将他们全部拉进王国 得知特干只是家族成员后 我便开始寻找他们的组长 可以看到此时的巴黛尼亚 正被四个王国宣战 几乎是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了 没办法 在弱弱常识的时代 适者才能生存 组长梅利迪尔 位置显示正在我们的沙拉斯休长 不难理解 地界外全是敌人 我这里自然就成了他们的庇护所了 来到沙拉斯 我进入主楼 在这里并没有发现陈族的身影 询问后得知 达斯卢尔此时 正率领大军保卫边疆呢 看来当初去库塞特挖人 是个明智的选择 来到二楼 我寻找梅利迪尔的身影 不料没发现梅利迪尔 却看到了普林多尔 在书房看书呢 看来是把这里当自己家了呀 虽说见到我很高兴 不过他这动作可真够诡异的呀 普林多尔 别跟卡拉多格过逃亡的日子了 加入我吧 我知道你为人正直 忠心耿耿 但你的君主可不是这么想的 而且你很清楚 花旦尼亚已经没有往事的风采了 你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了妻儿和族人着想呀 你说呢 很好 17万 给了 欢迎你加入障碍帝国 你继续看吧 我先走了 诶 呦 娜娜 你怎么在这呢 娜娜 你怎么都不看我 难道你这是在跟我 玩欲擒故纵吗 成功招纳普林多尔 但梅利迪尔却不见了 无妨 兴许过几天 就会出现了 可以看到巴达尼亚 除去雇佣冰河狗房 就只剩下三个家族了 再除去一个梅利迪尔 就剩下了 罗伊汉和埃隆了 这埃隆看起来老奸巨华 应该轻易就能策反 而他的位置 就在我的主城 邓格拉尼斯 呦 看来大壁哥和埃隆的关系 非同一般呢 哎 哎呀 呦 女图长也在呢 有事吗 好家伙 真有事啊 我没时间啊 玩了 下次吧 这 没帮你忙 也没必要这个表情吧 乔尔大壁哥 跟二溜子似的 呦 吃的还挺好呀 弟妹也在啊 不错不错 面色也挺红润 看来当初千里迢迢的 去找拉盖亚提琴 是个明智的选择啊 伊拉 加过来 你肯定也很高兴吧 艾龙 该说的大壁哥 都跟你说过了吧 你决定好了吗 我想我决定好了 不过在那之前 我需要您援助一些东西 明白了 你要多少 二十万 行 欢迎加入藏爱帝国 钱不太够了 招人的事情就暂且搁置吧 经过了俄城 就想到了我的老朋友 呼噜那阁了 看看这货在干嘛呢 这死了 陈北赞投我 是你 深情继续过 人身上有来处 却只剩回徒 我从你身上去从落 我从你身上去